苏纽分析表的插入时间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在苏纽分析表 分析标间只有这个 时间表 这是以时间轴的观念来做 用时间轴的观念来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 要不要插入时间表 当你点插入时间表的时候看一下这个 哦 点起来 他说日期要打勾了 你这个都没日期就别玩了 日期 确定 日期打勾了 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原始资料好了 原始资料的日期呢 有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日期在这里 他会自动去侦测 侦测完做什么呢 来来来来 选择拉一下看就知道 这是2014年 最后一个2016年的12月 我想知道什么 2014年的暑假 7 8 9 3个月 就点这里 7月 到9月 这个就是当时的业绩 你看懂吗 那我们希望全部出来好了 不要筛选 这全部出来 那这里没筛选 哦 类别是在这里 这个 这个 也不筛选 类别 三下章 看懂吗 那再往下拉 我不是要看那三个 我想看的是2016年的 DG 点这里 那这也是让你扩张的 这叫2016年 DG 1月 2月 3月的业绩 这是用时间轴方式来呈现资料 OK吗 那老师说更多一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一大点是什么 两季 第一季 第二季 总业绩在这里 你这样看时间轴就搞清楚了 这个 好来 那这个是在分析这边 叫插入时间轴的概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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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